二户是在角落位的 三房两个全位两个半位再加一个店 一楼才有一个店有个办公室在这里面 然后现在有两套 一套是马上交屋的 里面含了4万1千块钱的升级 另外一套是4月份交房 里面有2万4千块升级 就是你还能选地板 今天是垃圾日 大家就把垃圾桶放到这边 然后整个小区有一点我蛮喜欢的 它的停车位是蛮多的 你看 这停车位是蛮多的 这边完全都没有停满 都没有停满 然后现在我们就看一下2号步行 还有一个小的这种front patio HUA350块钱也没有很贵 作为一个连牌来说 然后全屋也是智能的门锁 没有metal roof的 然后进来这边是个小店 然后这个店有一个好处呢 它是有一个卫生间的 所以你可以把这边当办公室 那这个unit比较大的卫生间 一般可能 应该没有这么大 这这个ADA 给这个 推敲不方便的人士用的 残障人士 然后它这边还是有 这个窗的 看到没有 是有窗的 我们看看能不能 打开 这个是一个fixed window 但是有照明了 有照明 你看它这种小房子用的升级 样板房用的升级都这么多 就说明 Share Home 它是一个非常注重品质的建商 它虽然说面积小 可是它希望你能够把它升级成 非常精致的样子 它也是铺的防水地板 这边底下应该是一个大衣间 这边还延伸到楼梯底下 挺好 车库这次也开了 我们来看 噢嗨 sorry 他们在办公 我们就不打扰他们了 一个两车位车库 8匙的门框 你看这边采光 也没问题 这二号五行 我记得当时 还是蛮受欢迎的了 二号和三号都是蛮受欢迎的 好 我们上到二楼吧 这边楼梯都有灯 有楼梯灯 是吧 还蛮考究的 上到这边又是客厅 窗户 脚落位的话 它就会剁窗了 它不是光只有前后有床 你看它侧面 像有的脚落位吧 它虽然是脚落位 可是呢 它有的户型 窗都没开这么多 感觉有点浪费的感觉 记得有两个莱纳的 弧形是这样的 它虽然是角落 可是窗并没有很多 并没有完全利用到 这个角落位 但它这个share home 就不一样 它弄得很明亮 我真的个人是蛮喜欢 share home 这个建设的 然后这个厨房 我记得之前带客人来看的时候 也算一个卖点 因为它躲在里面 然后厨房又很大 直接像一个U型一样 对不对 还有倒台 倒台虽然不是很宽 但它蛮长的 因为它倒台上面没有水池 所以可以放很多东西 然后它这里一个 air形状的台面 放很多东西 这个大的水池 好大 这个升级的水池 这比很多一体式的水池 要大 然后这里又是两扇大窗 全屋都是9尺层高 层高很高 然后8尺的门框 很舒服的 这种小的连排的话 层高很重要的 然后门大的话也很舒服 pantry 这边又是一个小的储物空间 没有soft closure 可是质感还是不错 这边是个powder 我特别喜欢这个Corsair 然后配上这个金属 拉丝的 white spirit faucet 这个是用亚光的 这种把手 很漂亮 然后包括它这个门 虽然是 samo foil 它感觉 其实和普通的这么foil又不一样 它没有这么亮 它这个面呢 其实很细滑 很像是 这个油漆漆上去的 东西不太一样 这灰色的countertop 它其实也是有点纹路的 是有点纹路 抽屉 抽屉 没有软管 抽屉没有软管 这个应该是标配的一套炉头 5个burner 30寸的 那这边还有些液晶的显示 操控下面的烤箱 它是convection的 看到没有 是带风扇的 这大的一个微波炉 加抽油烟机 如果大家不喜欢的话 可以把它换掉 因为这个是带烟道 然后这些橱柜呢 你看也都是 没有做到顶 可是它把顶往下做了一下 所以也没有感觉 中间有 上面有空隙什么的 我们华人喜欢倒顶嘛 这个基本就倒顶 虽然只有36寸 不是42寸大的柜子 可是 反正你登机感觉就很舒服 做的 我们再看看它这个吸烟机 吸烟机的不错 吸烟机的不错 还行吧 希望你只能说普通 普通 我以为是不锈钢的 是塑料的 这里面是塑料的 但标配都是这样子 看至少它外面给的是不锈钢的 不是这种塑料的 有个小露台 小露台不错 可以做个简单的BBQ 或者什么 小露台 像这小区 之前我来是觉得比较吵 贴着241 但今天感觉还可以 尤其是到里面的话 好像噪音就更小了 比以前小很多 因为它房子造起来都buff out 241都是一条 从R1 然后一直到Chino 到英勒音派 连90亿的 一个收费勾出 它并没有很忙 尤其是到这一段之后 也没有很忙 所以车也不会很多 基本都是小车 没有什么大车 在里面的话 基本上是听不到任何的声音 然后它剩下的几套的话 也不再靠高速这一边 所以其实也还好 我是不会太担心 这个声音的问题 九尺的层高很舒服 然后这些灯LED的 它这些灯 其实LED灯有好坏的嘛 有一些像这种 是我感觉是比较好一点 它这个灯呢是缩进去的 那有一些灯是凸出来了 我感觉就没有这么漂亮 OK 上三楼 楼梯的这个夜间灯 40寸的楼梯 上面也是九尺的层高 然后也是八尺的门框 霍尔普的一体机 这大家可以不用买这样子的 其实可以买那种正式的 front load 前面打开的滚筒式的 主卧 这个主卧有自己的 空调控制 这边是主卧的布罗斯的衣帽间 还不小 还不小 这个户气我们说一下 1923尺 三房 两个全位两个半位 所以它每个卧室都有自己的套房 这些窗 带柴光的 这边还有一个挑窗 这个淋浴房很修复 一个无框的玻璃 8分之3寸厚的 玻璃 然后这边直接坐到顶 这是24,24的大砖 那这边还有一个 sitting bench 都好 天然的大理型 就配这个就感觉 而且它们搭配的真的很好 很现代的感觉 但又很cozy 又没有觉得是很冷冰冰 全部都升级了 Kudon的台下粉 玩sperine Fawcett 然后放那种盆 我自己補充 整个backsplash 台面扩散 包括这个地砖 这地砖也很 变得很cozy sitting fan pre-wire 然后4个LED的 6panel的这个door 两个卧室共享一个洗手间 它这个卧室就很大 就差不多3米3,3米4 可能乘3米3,3米4 11,2个平米 可能 这边窗也很亮 很大 你看里面其实完全听不见 这个已经是最靠高速的Union了 当然它这里也放在割哈 这衣帽间也不小 这衣帽间也比普通的大一些 你看而且很高 这门很高 我们再看另外一间 这一间小卧室小一点 这边可能3米2 这边可能3米1 这一间小卧室的车 你看这里没有放音 我们来听起来 有没有声音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 有车经过我都不知道 我看到才感觉有车经过 其实我都没有听到他们车 因为这边其实是一个下闸道 所以大家也减速了 一减速了 因为这边就直接下来了 很热闻很明显感觉到车的车 这就是标配的一个客位 36寸全燃的高度 台下层 Cellamont faucet 这里它也是一个 但是呢 它这里做了一个升级 看到没有 做了一个这个玻璃一门的升级 然后当然全屋的油气台 也是升级了一个颜色 做了四个灯 它这些都升级了 这些都升级 这边再加一个SIN3 Pre-Wire 1923尺三房两个全位 两个半位 再加一个电 等于是四个空间 对吧 四个空间 要价是85万3到86万4 取决于什么时候交房里面 有多少升级